用辩论打回原型。 柯,我原型是外科教授。 图中央社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29日与夫人陈佩奇一同到新竹,与市长林志坚做市政交流,之后转往他非常熟悉的台大医院新竹坟院。 柯文哲所到之处同样吸引人潮与媒体。 有人提问丁手中说要靠辩论把柯打回原型。 柯文哲强调,虽然常常被丑化,但该正经时还是会正经,我的原型就是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。 柯文哲一露面,就被追问前一天晚上开电音派对时,与鲍鱼辣妹合照,看完照片她当场大笑,说自己每次拍照都很专注看前方,常常不晓得旁边是谁,但看到这张照片眼睛都快掉出来。 图中央社。 在柯文哲粉丝中,除了双倍以外,最多的就是新竹人,外界有人解读柯文哲来新竹市准备抢绿营的票。 她则说自己大学之前都在新竹生活,亲友都在新竹。 早在当市长前就认识林志坚等人,彼此亲戚朋友互相认识非常多。 她强调私人矫情跟拉票是两回事,且人与人之间不只有同个政党,还可以同一个学校,同一个教会,或同一间庙。 同样是台北市长参选人的丁手中,向柯下站贴提出电视辩论,她认为柯文哲完全没有执行力,只要透过辩论就能把柯打回原形。 对此柯文哲则回应。 平时在镜头前经常搞笑或扮丑,但有需要正经时还是很正经,强调我的原型就是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。 图中央社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29日与夫人陈佩奇一同到新竹,与市长林志坚做市政交流,之后转往他非常熟悉的台大医院新竹坟院。 柯文哲所到之处同样吸引人潮与媒体,有人提问丁手中说要靠辩论把柯打回原形。 柯文哲强调,虽然常常被丑化,但该正经时还是会正经,我的原型就是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。 柯文哲一露面,就被追问前一天晚上开电音派对时,与道汝辣妹合照,看完照片她当场大笑,说自己每次拍照都很专注看前方,常常不晓得旁边是谁,但看到这张照片眼睛都快掉出来。 柯文哲在柯文哲粉丝中,除了双北以外,最多的就是新竹人。 柯文哲,外界有人解读柯文哲来新竹市准备抢绿营的票。 他则说自己大学之前都在新竹生活,亲友都在新竹,早在当市长前就认识林志坚等人,彼此亲戚朋友互相认识非常多。 他强调私人矫情跟拉票是两回事,且人与人之间不只有同个政党,还可以同一个学校,同一个教会,或同一间庙。 同样是台北市长参选人的丁手中,向柯下站贴提出辩识辩论,他认为柯文哲完全没有执行力,只要透过辩论就能把柯打回原形。 对此柯文哲则回应,平时在镜头前经常搞笑或扮丑,但有需要正经时还是很正经,强调我的原形就是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。 图中央社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29日与夫人陈佩奇一同到新竹,与市长林志坚做市政交流,之后转往他非常熟悉的台大医院新竹坟院。 柯文哲所到之处同样吸引人潮与媒体,有人提问丁手中说要靠辩论把柯打回原形,柯文哲强调,虽然常常被丑化,但该正经时还是会正经,我的原形就是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。 柯文哲一露面,就被追问前一天晚上开电音派对时,与暴露辣妹合照,看完照片她当场大笑,说自己每次拍照都很专注看前方,常常不晓得旁边是谁,但看到这张照片眼睛都快掉出来。 图中央社 在柯文哲粉丝中,除了双北以外,最多的就是新竹人,外界有人解读柯文哲来新竹市准备抢绿营的票。 他则说自己大学之前都在新竹生活,亲友都在新竹,早在党市长前就认识林志坚等人,彼此亲戚朋友互相认识非常多。 他强调私人矫情跟拉票是两回事,且人与人之间不只有同个政党,还可以同一个学校,同一个教会,或同一间庙。 同样是台北市长参选人的丁手中,向柯下站贴提出电视辩论,他认为柯文哲完全没有执行力,只要透过辩论就能把柯打回原形。 对此柯文哲则回应,平时在镜头前经常搞笑或半丑,但有需要正经时还是很正经,强调我的原形就是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。